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陈某人颇奖 龟大强 我曾经听一个九十多岁的老爷爷 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在年轻的时候 他跟弟弟两个人 一块做小买卖 在家里边捏了好些的泥仁 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 为了多挣点钱嘛 就叫起早贪黑 到更远的地方去干大吉 有一次他们出门的时候 非常早 走出了十几里路之后 他们看到了一片坟地 当时这弟弟胆子小 就催促着哥哥赶紧走 哥哥一边笑话弟弟呢 一边答应着弟弟的要求 哥俩就三步并走两步的往前走 可是奇怪的是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又碰到了一片坟地 就这样 又加快步子往前走 走着走着呢 他们再一次地路过了这次坟地 哥哥就纳闷了 路上怎么这么多坟呢 这时候弟弟颤抖着告诉哥哥 哥 你有没有发现 这 这是同一片坟地啊 哥哥仔细一瞧 还真是 也就是说 走了大半天的功夫 这哥俩 一直在转圈呢 一直没有能走出到原点去 这哥哥的经验比较丰富 知道这是碰上鬼大墙了 但是他只是听说过鬼大墙 自己之前 也从来没遇到过呀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他是个爆脾气 同时又是性格强悍 天不怕地不怕的 看到自己跟弟弟被困住了呢 他怒从心起 一边大骂着 一边抡起了那泥人的扁担 对着四周的坟地 就是一顿乱打 打完了之后 继续走 可是 又回到了原点 就这样 继续了好几次 哥哥最后累得 是筋疲力尽了 可依然没能走出 这个鬼大墙的怪圈 平日里呢 这胆小的弟弟啊 这个时候 却比哥哥冷静下来了 哥 不如咱们坐下 休息休息 等着天亮吧 此时的哥哥呢 也是无计可施 虽然嘴里边 还在继续咒骂着 但也只好 气苦苦地坐在地上 抽起烟来 此时的弟弟呢 到旁边去撒了泡尿 后来也不知道 是过了多久 随着远处的村庄 传来了一声鸡叫声 天渐渐地开始亮了 这时候 哥俩站起来 重新上渡 这次 他们终于走出了原点 再也没碰到 这粉底了 后来这老爷爷说 当时也不知道 是因为抽了烟呢 还是弟弟尿了泡尿 或者是附近的那个鸡鸣声 救了他们 反正当时 两人是吓坏了 不过呢 我后来倒是听说呀 这三项全都可以破了这鬼大墙 首先呢 这抽烟 因为抽烟需要明火 而这鬼大墙呢 最怕明火的 所以一直到现在 老陈走到哪里的时候 兜里边都会揣着一只打祸鸡 其次呢 是这童子尿 因为当时 老爷爷 他弟弟呀 还没有结婚 是个童子 所以呢 他这一抛童子尿 就可以破了这鬼大墙 再三 就是这公鸡叫的 这鸡鸣 就代表着天亮了 一切的 牛鬼蛇神 都要回避 所以嘛 这三样都可以破了这鬼大墙